HELLO 粉絲團的車友們大家好 今天早上呢 要跟大家做直播分享的車種 是剛交車的車友 這台是Golf 7.5P 然後目前的話因為才剛交車 所以全部的話呢都還是維持原廠的設定 原廠的話呢是配置的比一般的版本 加大的前面的盤面 然後旅圈規格的話呢 是變成是19吋的 配胎的話是225 359 這一條是霹靂肉 這是原廠配胎 那它的前面的避震器呢 有選配的是魚眼上座 我們來看一下 正常版本的話呢 我們所附的上座是強化上座 強化上座呢 它會有一個軸層 但是這個車友的話 它的選項呢 因為它比較有在跑山路 所以它的選擇呢 前面的想要把Camber的角度做到 大概一度半到兩度左右 所以有配了魚眼上座 那KT的魚眼上座 在魚眼軸層的下方呢 這裡有一顆魚眼喔 它的魚眼軸層下方呢 其實我們有在多加了一個軸層 可是這個角度的話 比較難看得到 在上座下方這裡 有多了一個軸層 讓它的轉向呢 的魚眼負荷呢 能夠更輕一點 能夠提升魚眼的秀面 所以這個是比較特別的地方 那前面的糖尾公斤是呢 一般版本的話 我們配置的糖尾公斤 就是8.5公斤 所以這個版本呢 也是我們廠裡面試乘車 都是一樣的配置 前面8.5公斤 後面的話是6公斤 那工廠也有另外一部的 16年的7代試乘車 可以提供給我們試乘體驗 所以這個糖尾的上方呢 它有一個軸層 我們來轉看看 所以它在轉向的時候的 這個是很輕鬆的 為什麼會這麼輕盈 因為它的糖尾上方的蓋子呢 裡面就埋了一個紙推軸層 而且那個軸層的話 我們所使用的品牌呢 也是日系很大的品牌 那裡面的用料部分的話 裡面的主米油用的是 義大利IT的主米油 然後油封的話 是日本恩偶客的油封 那前面的話 它所設定的 像這台是7DM GTI 所以它的仰角的話 所原廠所選用的材質 都是鋁合金的材質 用料的都相當的不錯 那車高的調整部分的話呢 是從這個地方 把銀色的齒輪狀頭板 懸開之後呢 它的車高 並不是靠壓縮彈簧的方式 來改變車高 所以把它的整體長度 變長之後 車高就變高了 把長度縮短 這個 這裡的整體長度縮短之後 它的車高就會變低 所以這一台呢 我們前面最低的幅度的話 大概可以 大概到半指幅 到輪胎跟葉子板切齊的幅度 所以降低的幅度還蠻大的 原廠的話 大概是三指幅左右 前面不到三指幅 後面的話大概是三指幅左右 因為GTI跟GOV R的話呢 它的懸吊系統 有比一般的版本 還要低的15mm 所以本來就 側高就不高了 因為畢竟都是比較 偏向性能的車款 這台是7.5代 三個禮拜才剛交車 所以它的煞車呢 跟一般的7代也都不太一樣 哈囉 貴松 早安 我們來看一下後面的部分 後面的懸吊系統呢 就跟一般的 譬如說 GOLF 7代的1.2 或者是1.0 比較不一樣 它後面是 算是多連桿的懸吊系統 那後上座的部分呢 剛剛前面有提到過了 上座的話呢 前面不論是強化上座也好 或者是語言上座 我們都有附上座 但後面的上座 因為它的造型呢 比較特殊 所以上座的話 後上座就需要沿用原廠 那今天後面的車高的話 是大概一指左右 所以我們車高的調整呢 後面的話 這樣這樣的一般道路板設定呢 最低的話呢 輪胎跟葉子板呢 剛好設定到切齊 所以它的降幅的話 最高可以大概跟原廠一樣高 大概接近三指幅左右 最低的話 就剛好是葉子板跟輪胎的上緣切齊 今天的話沒有要降很低 大概一指幅左右 那後面的上座 上座的下方 就有一個阻尼調整機構 從這個地方 藍色的裡面 有一個銀色的調整頭 從這個地方呢 就能夠調整阻尼 順時針的話 像這樣順時針就會變硬 那車主今天的需求呢 跟我們的工廠裡面的試乘車 調整的段數都不一樣 前面跟後面呢 都維持15段左右 那這一台的GTI呢 在仰角的部分 Camper的角度呢 原廠就有一顆偏心螺絲 可以調整了 所以當降幅沒有很低的時候呢 原廠的偏心螺絲 幾乎都還可以對應到 想要調整Camper的角度 所以今天的話呢 降幅沒有很多 所以仰角調整器呢 就沒有要再另外再加裝 如果呢 降幅有很大的話呢 它的Camper角度對應不大 就建議要改仰角調整器 那今天的後面的側缸 大概是一指左右 所以就不用再改仰角調整器了 我這個都還是新車 全部都還是新的 後面的6代跟7代的部分 像7代的部分的話 它的避震器的下固定點的話 在下直幣跟彈簧的下直幣是同一個地方 但是6代的話呢 它的固定點就是在後仰角的上方 所以6代跟7代的懸吊系統其實 大致上是差不多 但是避震器的懸掛的位置呢 就有點不太一樣 7代的話呢 會比較往下挪一點 所以它的操控上的反應呢 就會比6代還要更好一些 這個是後面的那個防晴桿的鎖點 就跟6代就都一樣 那後防晴桿也是很多 Golf VH車系的車友 會做改裝的選項 會把後防晴桿跟前防晴桿加出 那這個套件的話 不論國內國外 知名品牌 都有很多很多間都有做 都可以做選擇 到了Golf 7代之後呢 它的手剎車系統呢 就全部都改成電子手剎車了 所以當要改 不論是改加大碟也好 或者是來臨片也好 變成就需要 進它的 用簡單的 用OBT2 然後把它訊號 才有辦法把活塞推回去 所以這個的 電子系統呢 在如果車有要在DIY的時候呢 這個部分的話 是要特別注意的地方 這台是7.5代 Performance 它的內裝的話 也跟一般的7代不太一樣 內裝的話 是幾瓶椅子裡面 後面的話 彈簧公斤數是 200廠6公斤 前面的話是 160廠8.5公斤 後面的話它的主泥桶呢 有為了7代 有在特別加粗 所以它的主泥桶呢 是M50的規格 跟一般的1.2的規格 是不太一樣的 那饅頭的話呢 它裡面在桶器裡面 有做一個緩衝饅頭 這個饅頭的話 如果是原廠的 它的饅頭的高度 大概這麼長 那改裝因為它的行程 作動比較短 所以它的饅頭的長度呢 就不用做那麼長 我們都有附房成套 跟饅頭 這些東西呢 都不用再沿用原廠了 就直接KT就都有附了 這台車還很新齁 三個禮拜才剛交車 那目前的話 後面已經裝好了 只有剩下左前才在施工 前面的話 前面的話 像KT的阻尼調整的話 你要打 那個箱子裡面看 阻尼調整 上面不用 這裡的話呢 前面的話 七代也好 或者是六代也好 五代也好 它的上座結構其實差不多 但是MQB的底盤呢 它的上座的這幾個螺絲點 跟五代六代就不太一樣了 它的 懸吊系統大致上是一樣 但是規格不太一樣 那阻尼調整呢 KT的話不只是高低可調 軟硬也能調整 前面的阻尼調整呢 從這個地方插進去 從這裡就能夠做阻尼的調整 不用再拆東西的 一樣順時針就變軟 逆時針就變軟 所以從這個地方呢 就能夠做阻尼的調整 那這裡面呢 因為這一台是配魚眼上座 所以KT的 譬如說它的原廠角度 那一天上定位 其實大概一點多 一點多度 一點點 那前面的魚眼呢 最大的角度呢 可以做到 角度的改變 這裡有一個長條 橢圓孔 那從橢圓孔的起點到 到末端的話呢 它改變的角度 大概會是1.7度左右 所以假設 原廠的話是1度呢 那它的CAMBER呢 就能做到 推到最盡最盡頭的時候 就大概是 2.7度左右 一般要稍微下個賽道的話 應該都應該都還夠用了 因為已經快接近3度了 那今天的角度的話會 會微調大概到1.5度左右 這個是 Golf車系 最近期 最受到市場歡迎 很多VAG的車系 包括TT也好 或者是Skoda也好 都配置了這一顆 EA888的引擎 那GTI的話 是 攜帶的話 是 配置的是六速 濕濕 1.2還有1.0的話 還有1.4 配置的才是七速的乾式 它的變速箱 配置的還蠻複雜的 好像還有一代是 CS是不是 配置的是七速 外觀的話 外觀的話 也比七代的話 更 更流線 更好看 因為後面已經裝好了 所以我們趕快要準備上輪胎 要做微調 好 後面還可以倒輪 OK 這台是七點五奈 那工廠裡面呢 也有這台是七代 這台是七代 是工廠裡面的試乘車 如果一樣開 Golf七代的車款呢 或者是六代也好 五代也好 都歡迎來工廠裡面試乘 這台是工廠的試乘車 那今天的那個七點五代的直播呢 就到這裡 如果車友們呢 有興趣要來試乘呢 很歡迎 那有任何產品上的問題呢 可以跟我們的小編聯絡 謝謝大家 掰掰 掰掰